我不是说洗脑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重新了解 什么叫洗脑 这让我想起来 所以我今天暂时不谈美牛议题 不谈 如果一个主持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的宗教 他应用洗脑话 你至少要了解 有没有这回事 我带他找一个专家学者 他目前任职于中央研究院 生物医学研究所 神经科学组 等等副研究员的 徐百川老师 百川 海纳百川的百川 徐百川 很特殊 我看他的学历 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 生理研究所 但他赴瑞典 哥德堡大学哲学博士 他专攻神经生理学 电影学 影像学 疼痛 这天我疼痛 所以要去上场 百川老师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你严重疼痛是 什么疼痛 就是神经生理的七转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每天都会 感受到疼痛 可是到底这个疼痛 他是怎么样接受 这些疼痛的讯息 怎么传书 怎么传到大脑 大脑是如何去处理 这样疼痛的讯息 这是我在研究的范围 那我看 陈冲艳长 最近应该很 头痛 疼痛 对 我可以这样评讨吗 对 疼痛是另外一个领域 在疼痛研究的范围 还另外一个 对 也是一个疼痛研究的领域之一 我请教你 很快讲说 什么叫神经科学 神经科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好了 就是在研究大脑 是如何在运作的一个科学 那这个神经科学 因为大脑的运作 它的范围很广 你可以说从最简单的 最低 最simple的 简单的 就是从一个分子 然后从一个细胞 这个角度来看 那一个从这个程度 然后往上推 就是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运作 来看到 那另外就是 再从细胞与组织 它的passway 或它的secretary 之间的运作 那最后 当然我们需要再研究说 这些组织 神经系统组织 运作之后 产生的行为 表现 还有心理的现象 所以你看 从这个层次上来看 从最低阶的 到最高阶的 都是它研究的范围 那另外是说 它的专业的领域上来看的话 那就是可以从 分 神经生理学 研究它的功能 那研究解剖学 是研究神经的结构 passway 那就是药理学 是研究说 它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运作 那更别说 你说化学 哲学 还有很多很多的物理学 都是在这个研究的领域里面 哲学 他告诉我们说 学问就像你 你以为爬到高山 就抬头一看 还有更高的山 就这个意思 我看到百分老师 这是一个 我看你弹起来就精神走走 这一定是你的专业 研究一辈子 那你研究跟 类似曾智朗 跟宏兰教授 他们夫妇 就像我刚才讲说 就是我们那些研究的 层次的比方 另外一个 他们是研究一个 对 应该是说 你可以说 他们研究大山好了 我们是研究树林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说他们正在高峰上面 远眺 那个夕阳 或它的城市的围景 那我们是 是看在这个树林里面 去看树枝 然后看叶子 直接的枝枝结枝 我懂了 那我总是真的 就在沼泽里面脚破了 我还在泥道里面 可以看高山看树林 看青山 伴水 对 我还是很好奇 我很少看到 我们台湾的学生 留意生会到瑞典 读书的 你是 你讲诺贝尔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子 不是 还是 二人就 施多哥的摩阵 不是 当初这边 我受到我的那个 我在台大生理系老师 副读系老师的启蒙 他那时候是 他在美国拿了博士之后 他有一个offer 就是到洛杉矶的一个 Brain Research Institute 还有另外一个offer 是到瑞典去 他那时候告诉我 他选择去瑞典 因为他那时候 没有人去过 还有那个时候 我受到他的影响 我知道瑞典 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传统的 古典的神经生理学 的一个地方 非常走 所以因为 你要知道这个 如果说你看这个 神经生理学 或神经科学的 这个发展 从最早期 这个上一个世纪的 最初的Sherington 他的学生到 那个Eco 然后到Eco之后 他是Eco是在 澳大利亚 建立他的实验室 还有得到洛杉矶 在Eco呢 他是一个非常 奇特的一个人 你可以说 他是近代神经生理学的 教主也好 教主 因为从那个时候 他吸引了全世界 最优秀的一个人才 最像柏瑞伊德之谜 他吸引了全世界 最优秀的一个科学人才 然后这些人才 跟到他做抛杀之后 然后回到 回到日本 那就是变成 马沙伊德 他变成那个日本的一个 一个最有名的 一个神经科学人 然后回到 挪威的 就变成Pierre Anderson 然后回到美国的 又有好几 好多个 像Moncastle 那还有好几个 那其中一位 就像那个 Anders Lumber 就是瑞典的 他就回到 回到瑞典去 所以这些 他们就把Eco 所学到的那个 神经科学 变成的理念 传播回去了 那就他们建立到 从他们又建立 开始 他们的一些契机 换句话说 你研究神经科学 你就是到 麦加潮胜过来 好 我就懂了 好 我现在谈洗脑 当然我刚刚 把他连结说 我当时论述未必正确 有说 比如说政府有个政策 对 我们就不要讲台湾好了 对 比如说美国 小部署总统为了打伊拉克 对 还有说海山有俗成 大规模的毁灭武器 对 事后证明是没有 对 但是美国的所有媒体 美国的所有外交测试 我不鼓吹说 是有大规模毁灭武器 结果最后找到了 对 有一天啊 美国的副总统权力 跟他朋友去打猎 那打猎散弹枪 他把他的朋友 打得全身的伤 他说终于找到 是在副总统前你手上 我能这样说 小部署为了打伊拉克 运用宣传机器 运用运用文能 还有很多独立性的 美国时报都一起来谈 我可以说这叫洗脑吗 用很严格的 学术电影 我想这个 如果说我们在看 洗脑这个定义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 如果粗略的这样说好了 它就是一个在 违反人类的 一个意志的情况之下 你要改变他的思想 行为 或者一些认知判断 那通常这是有 他的一些 一些 一些 形态上的一些目的 可是如果说 你从这样一个定义来看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在做这些宣传的时候 他可以宣传 他并没有违反人的意志 他不是在一个 强迫性的情况之下 去把这些讯息 传输可以 所以在这一个 严格定义下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一个 一个洗脑 可以当时宣传 对可以当时宣传 好我再举个例子 统一教 对我记得在四十年前 在台湾曾经风行过 甚至政府当局 还有考虑要进 后来没有进 对我记得 或还有一种说法 是鸭蛋教 大家传说 鸭蛋教 为什么是邪教 因为进去 蓝领都要托关医 我又没记得 那大家也相信 结果后来 这一贯道 现在合法化了 选举还大众 现在政治人物都要去 选择都会到一贯道立场 过去大家相信 一贯道就是鸭蛋教 他们礼拜就是把拖 拖关医 就没有这回事 统一教 我记得 是来说 同一教礼拜 结果是要证明 我这个也说是 这宣传还是洗脑 我觉得这是一种 可以说一种 轻微性的一种 轻微宣传 那因为不算是洗脑 因为我们从 我应该给洗脑 一个严格上的定义 什么叫洗脑 对 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 基本上是在一个 一个违反 个人意志的一个情况上 让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然后你把它强加 你所要灌输的一些信念 一些你的 一些信仰的系统 那一些理念 或者说改变他的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因为在事后 我觉得是说在事后 就把这种 很多的一些行为 据说我们所看到的 一些行为 包括最近的这种 一种恐怖主义的 一种自发炸弹课 这种行为 我觉得违反人性的 这种东西 我觉得 塔玛斯人肉炸弹 对 这个东西 我们要 我们要去深究 这个这种行为的后面 应该是说 到底它是透过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程序 把它的行为 这样改变 你刚才讲的 这种宗教 或者说 这种 这种宗教的改变 人的行为 这是在 从这个科学的理念上来讲 这不是不可能 这不是不可能 可是 它的行为 也是说 类似一种 洗脑一种行为 它可以达到 就是类似洗脑的一个结果 就是改变某种人的 一个行为思想 我们来用实际例子 我手上有一位英国的记者 我来引用 他叫做多米尼克 史达菲尔德 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 纪录片的制作人 他把它研究 他研究过恐怖主义 研究洗脑 所以他的作品 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做播放 出一本书 叫洗脑 他说这叫做 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 我特别从一个案例来 他这本书的案例 我等一下会 每日一出介绍这本书 1948年 薛亚利的书籍主教 叫做明真帝 他被绑架了 突然不见 结果一段时间出来以后 他突然 好像换一个人了 肯定共产主义 歌颂共产主义 否定他的天主教信仰 全球为之华然 有美国CIA 特别注意到 怎么可能呢 所以开始研究 是不是共党国家 对 包括后来韩战 很多美国飞行员被俘虏了 就公开来说 哎呀 我背弃美国资本主义 我认同共产主义 这位匈牙利主义主教 明真帝的反常 以及美国被俘虏这些飞行员 他们出来 污蔑自己政府 这算洗脑 这是第一次西方社会 科学界开始研究洗脑 是不是 对 我觉得 如果你要提这个例子的话 你可以看着说 这些被俘虏的 这些不管是主教 或者说这些战犯 这些的话 他们是 如果说是在他们 扶持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 所做的这些程序 改变他们的一些概念 信仰 或做出一些 他们所要的程序的话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定义下 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在历史上面 那个时间点上面 这个洗脑这个名词 是被建议出来的 中共也有洗脑这个名词 对 其实很好玩的是说 改造了 洗脑了 对对对 所以很好玩的是说 其实Brandwash Brandwash这个是英文字 可是它的origin是从 中文这个洗脑过来的 就像Doggle一样 Running Dog一样 中文来的 还有像 事实上他们在 这个最初那个Hunter 他在建议这个Brandwash 这个英文名词之后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事实上这个字 是从中国的 这个洗脑 这两个中国字 这个是过来的 而且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我们那里听过很多嘛 有关思想斗争 思想改造 这些名词 所以事实上 所谓西方的这个 Brandwash这个字 事实上跟东方的这个 而且在那个韩战 和中国共产主义 在初期的时候 他们对战犯的 这种程序改变 他们思想的这个程序 是起来有致的 怎么解释这位 匈牙裔的苏妻主教 我们知道 苏妻主教 他的性格 他的信仰一定坚定的 比如说 为什么罗马帝国时代 这些基督徒 被送到事实坑里面 他当然都改变信仰 从容就义 也许那时候 尼罗皇帝 不懂得叫洗脑 但是我请教你 那为什么这位 信仰那么坚定 个性一定非常强硬的 副教者 会在几天以后出来 否定自己的信仰 拥护共产主义 怎么解释这位 民生地 苏妻主教 匈牙主教的行为呢 这个教案 对对对 我觉得从这个案子来看 我个人当然不是深受前进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说 从事后 很多很多的研究来看 就像我们说 这个洗脑的过程 他一定是用了 很多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 是违反他个人的意志 那这个事后呢 我们也知道说 他使用了一些 很多的程序 譬如说 isolation 譬如说 把他独居 譬如说 sleep deprivation 就是不让他睡觉 或者说 sensory deprivation 等等 还有像恐吓等等 那用很多的 威胁的这种方法 所以绝对不是一个 单一的程序 可以改变人的心智 那这个东西 绝对是用一些 一系列的一种 恫吓 torture 就是一种 折磨的一种方式 那最后呢 是达到 就是把他的 个人的一种心智 崩溃 或者是他的 self identity 就是说 自我的认知 改变 那透过自我 然后他有一些技巧 那这些技巧 譬如说 他把 在这个 可能是 电脑里面 又造成一些 塑造一些 同情的对象 那使他产生 一些认同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过程 这个违反 个人的心智 然后一系列的过程 确实能够 有可能 或者说potentially 是有可能 去改变人的 一个心智 信仰的状态 好 很有趣 根据这位 英国记者 叫做 Dominic Starfield 上次研究 洗脑 他特别做一个 专题的纪录片 在英国国家 广播公司播放 他说 我们不讲 这个名真理主教 就是那些 被 北朝鲜 跟中共 服务那些 美国飞行员 当他们在 因为韩战结束 要谈判 所以给他们 是有选择 绝大多数 还是选择回去美国 对 也有一两个留下来 是有一两个 少数 极少数 洗脑成功 换下说 当时空改变 让你自由判断的时候 洗脑好像是 好像录音带 可以洗掉一样 又重新 回到 你同意吗 这些危险 最后还是回到美国 然后说 过去都被批 都被欺骗了 被压迫了 对 所以我觉得是说 你要就从 这个神经科学的研究 了解 这个Brain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 弹性化很大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之下 它是可以去 做某种的改变 那同样的 就像你刚才讲 他们回到 这个 他们的原来 原来的社会以后 他们原来的信仰 价值系统就回复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能的 但就是在某种的时空之下 他们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 巨大的一个创伤之下 接受了某种的信念 而做了某种的乘数 是有可能 而当他 恢复到自由的状况之下 当他可以 选择的话 他们又恢复到 这是非常可能的 我们再找一个例子 就是最有名的 当我们是年轻时代 就在我们十几二岁发生 就是赫斯特小姐 她是美国报业大婚 赫斯特的女儿 她被共生解放军 俘虏了 不见了 有一天 共生解放军抢劫银行 结果这位赫斯特小姐 跟着你抢 她后来嫁给 好像嫁给一个 共生解放军的人 参加共生解放军 后来人说叫做 斯多哥尔摩镇 你也出过 斯多哥尔摩镇 为什么这个名词出现 那怎么解释 赫斯特小姐 被共生解放军 俘虏了参加 共生解放军的 解救 拯救人类的 一个抢劫行动 怎么解释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间 当然我们可以 有合理的怀疑 就是说有一个 洗脑的过程在里面 因为你可以想想 这个例子里面 他被绑架 他一定会被拘禁 然后被isolate 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 他是违反他 个人的意志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那我是在想是说 在这个程序上面 他可能用了各种 像类似像洗脑的 一些程序 他如果是把他isolate 也可能给他 sleep deprivation 比如说给他 不让他睡觉 让他疲累 那我觉得这些程序 我们要知道 这些程序 是有可能是 把人的内心的 很多的状况 是绷解 那我说的 绷格就帮他 个人的价值系统 个人的自我的 信念的系统 是绷解的 这个程序上 是这样做的 那第一个 如果说你能够把 这个人的内在的 价值信念系统 崩解的话 然后你可以开始 再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然后去persuade他 然后去induce 让他产生同情 然后让他去建构说 另外一个 新的一个 价值系统系统 所以在理论上来讲 这是有可能的 可是这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 达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为什么叫 斯德国尔摩森 这个名词 当初好像是 在斯德国尔摩森 在那个地方 是有一个被 也是被kidnapped 就是被绑架之后 那边的歹徒 也是绑架一个 然后最后被抓的 这个 后来最后 也是对歹徒 一个同情 前不久 我在国家地理频道 或发现者频道 忘了哪个频道 特别访问一位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 前干员 他退休了 他就审讯海珊 就是伊拉克 前总统海珊 他在里面叙述 到后来 他跟海珊变好朋友 因为海珊知道 他的未来命运 掌握在他手里 他们变好朋友 海珊跟他讲 什么都跟他讲 唯一不讲 就是他杀多少 酷得主 他杀多少 会跟他分享心事 某种程度 已经依赖他 斯德国尔摩森 为什么 长期被 你说被囚禁的人 孤立的人 或被威胁的人 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心理的 心理的特征 譬如说 我觉得在海珊 我相信他在 那个过程中间 有一定的一个程序 在interrogate 在询问他 这时候他身心 可能做了一些创造 比如说事后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在这个 整个的程序 过程中间 其实大部分的人 就事后人 在分析这些 所谓的虚恼过程 如果说你纯粹 是用恐吓产生疼痛 这种方式 不见得是有效 因为你反而 引起到更多的 一种反抗 就是说不见得是有效 所以在这个程序 过程中间 他一定会先开始去 让你的内在 某种程序 是分会的 然后最后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一瓶酒 一个烟 可以营丢他的一个同情 然后让他产生一个认同感 反而这是最后 一个很有效的一招 所以后来这位 联邦调查局的干颜 事实上跟海珊 叫巴甘情 是个好朋友 我记得他们两个 分开的时候 海珊拥抱他 是个好朋友 对 那其实海珊知道 他很快就要上断斗台了 还是有感情 休息一下 我就特别来介绍 我刚提到这位 英国记者叫做 多米尼克斯塔菲尔德 他是一位调查记者 他把在战后吧 这六十年来 发生在世界各种案例 写本书 书名叫做 洗脑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 我会邀请专家 徐柏川老师 来帮大家分析 介绍这本书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来 有三件事情需要反省 难道我们不能学习 解决纷争吗 难道在国家利益 全民扶植问题上 我们没有办法求取共识吗 难道我们忘记了 为未来子孙建立典范吗 蔡天寿 两岸文教基金会 观念平台提供 根据报道 百分之五十的女性肺癌 都是因为厨房油烟所引起的 你家还在用品康白抽油烟机 赶快换爱之味健康一锅油 不起油烟 照顾全家人的健康 健康一锅 台湾夜市美食大PK 怕油 别怕 我也有爱滋味分解茶 人家要吃饭 我让大家喝 老板 你知道喝什么 这就是爱滋味分解茶 它有三口瓜豆子 它是在退会 去游泳 没你出 哇 吃完美食油腻分解 开始 Go 台湾唯一荣获 IDF世界大奖 Happy Ranch快乐健康奶 全球最佳新乳液品牌奖 矿新乳液 保健牛奶 肚子健康 钙质营养好吸收 嗯 好喝 爱之味 Happy Ranch快乐健康奶 Happy Ranch 阿托贝 你家的祭祀工业办好了吗 哎呦 小脑筋哦 咯如你都没办行呢 阿是要到哪里找人啊 找千代田公司啊 他们已经帮好多家做好了 派下资料完整又正确呢 用科技专案的方式 申办祭祀工业 解决工业土地问题 确保法律权益 派下人数多话都不是问题 连要成立法人组织 千代田也能规划管理哦 找千代田专业有效率 新竹03-6588-804 公益中心 生活公益馆 三月四号隆重开馆 六大主题 西艺 金工 竹艺 玻璃 桃艺 蓝染 开放民众现场体验 感受公益之美 馆内还有绿心艺展览 和小朋友最喜欢的欢乐森林 提供亲子活动的最佳空间 活动详情 请上公益中心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 由公益中心提供 诶 丁太太 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好 有什么养生秘诀啊 我是听了刘贝贝的广播 吃了美国神奇的能味抗衣 帮助了全家调整体质 真的吗 谈丰富圣食行为的能味抗衣 能使肠道蠕动 还变顺畅 促进食欲 帮助孩子正常发育 帮助入睡 精神旺盛 我老公的铁力也增强了 太神奇了 快到台中民权路向上路口 优良服务GSP国家认证的牛面包厂 打电话 08006666616 三话 047521139 健康松到家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让书本与你为友 让真理与你为友 胡忠信每日一书 亲爱的朋友 因为这一天 政府会针对美牛台猪 停留感会提出缩帖 我特别邀请到中央研究院 生物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位神经科学专家 徐百川教授 他是毕业于瑞典戈德堡大学 原来是他希望 回到古典的神经科学 所以他做陈述 依照他说的 政府的缩帖 不叫洗脑 那是一种政策的宣打 大我同意 我也不认为 马总统有这个能力 能够洗脑 还是洗脑大学 我特别因为这样来探讨 一个关系叫洗脑 我记得古罗马时代 基督徒因为没有洗脑 所以被丢到柿子坑去 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佛下来了 他不是被洗脑 他怎么样 当柿子要吃他的时候 你可以吃我 但一个前提 英文叫做 speech after dinner 你吃完以后 要发表演讲 那是说 那我不要吃你 要演讲我就不要 讲话就不要了 当然都是笑话了 这本书 洗脑 附题 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 这是由麦田出版社所出版的 你自己做个专家 把这本书读过以后 你对于这位 斯塔菲尔德 他是业外 这是你们专业以外的记者 你觉得这本书 你是有先有什么感想 读到以后 我这本书 因为基本上 他这是一个 他讲的一个副题 就是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是 他等于就是说 从1950年代 那时候韩战 然后 那个 韩战时候的一些战俘 还有那个时候 冷战时期的一些 这个 政治犯 受到一些 非常让人 世人惊吓的一些陈述 然后从这时候开始 然后再从 讲到6070年 来带一些 一些新的宗教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 这本书 他可能是 我觉得有一个用意 就在于说 发现这个 洗脑这个名词 一直是从那个时代 到现在来讲 其实一直不断的在 在被引用 那尤其是当这个 这个文明 或说在 世界上面 各种文明 在一种价值 社会的一种冲突 的情况之下 然后 当人类对有 某些现象 不太容易理解 就像 自杀 大弹克 为什么他会 舍弃生命 去做这样一种事情 那开始 这个字眼 就会提出来了 那我觉得 他也有意要 让我们是了解 这个 Brainwatch 这个洗脑 这个智慧 它后面隐含的 含义是什么 那 我觉得这个 洗脑这个字 很容易呢 就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 去概括 去描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 是我们不知道的 还有另外一个 很容易去把它去标签 对方 跟我们不同 理念的这种人 那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 我觉得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 我觉得应该 让我不能忽视的 就是说 事实上 洗脑是在去描述 一个现象 改变心智的一个现象 可是事实上 通常 当我们把这种 这个程序 或这个现象 去描述 盖瓜地把标签 让我们去忽略掉 到底这个心智改变 后面的程序 exactly是什么 而就 事实上 这应该是一个 科学需要解答的 那我觉得 在这本书上面来讲 我觉得它的欠缺 就在于说 事实上 科学在对于 我们脑成精的 一个研究 事实上 对脑 是不是能够被控制 被操控这方面 它在从 50年到现在 已经有一个 长处的进步了 那如果这本书 能够再把这段时间 科学上的一种发现 能够在哪 那我觉得可能更完整 显然他所缺乏 他毕竟是个记者 他都会调查采访 以至于 并没有找到真正的 像神经科技的专家 来做 来补充这一块 那我想你的批判 是很有道理 我举个新闻例子 就是 我在八年代 在美国读书 也就是 发生 两个 让我非常震撼的事 一个是发生在1979 金旧事件 一群美国人 大概一群人 全部从美国移民到 中美洲的一个森林里面 结果他们 世界公司到了 八九百人 包括小孩子 一半小孩子 全部吞咬自杀 金旧事件 一群人发生在德州 一个叫大卫教派 这个小教派 叫新宗教 联邦 弃毒署 认为他们有常毒 其实找理由 他是小教派 就围攻他们 他们就放过 里面大概几百人 一半小孩都烧死了 怎么解释 几百人跟着 教祖或这个 童母一声说 吃下去 喝下去 有毒 大家一起死 怎么解释这两个事件 这是要洗脑吗 还宗教狂乐 当然是意识形态 其实你看 从这个 洗脑这个字眼 开始发展之后 其实已经把它 衍生到蛮多的 这种 类似的这种 行为现象 这个心理现象 就像 你说的这一大群人 为什么他的一些 思想行为 会有这样一个 剧烈的一种改变 所以他这个后面 有某种的一些程序 可能跟洗脑的过程 是类别的 不过可能 并不见得是有像 洗脑那样是 违反人类的意志 譬如说像很多的洗脑 它是 你是把它 关起来的 然后 做了很多的一些 处罚等等的 那 我觉得在 宗教这种现象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不见得会有 这个 违反人类意志 这个层面 譬如把它拘禁 把它关起来 可是事实上 他的整个的 操弄的程序 就是说怎么去操弄 我们的人类的 这个心理的 的现象 我觉得是还是有 譬如说他 他基本上面 这些人群 他是跟 其他的社会 是分开来的 所以这种分离的话 是可以在一个 较单纯的环境里面 比较能够受到 他所要传达 给他讯息的一种影响 那这种过去的影响 那还有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要去传达一个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重复 你知道吗 谁 有人说过就说 谎话说了一千遍 这也会变成真的 广告就是如此 所以说 在这种程序之下 如果说你要去 传达某种的讯息 用一种重复性的 或说诉诸某种情感 那还有去改变 某种他的一种观念 那这个是在 某种的一个 情境范围之下 人类这个大脑 行为一面 这是 是有可能会被操弄到 这本书 特别以 统一教在美国 做例子 因为统一教 有一阵在美国 变成新宗教 也引起美国社会的 非常多的疑虑 这边一个案例就是 某个中产阶级 出生非常好的家庭的女孩子 突然信统一教 让他哥哥去把他绑架 绑架回来 违法的绑架 结果这位妹妹 他想办法振脱 回到统一教里面去 最后 当然这位 作者黄文道 这位被绑架 又逃脱 又回到统一教的女孩子 他觉得我很好 我的自主 虽然我的配罪 我的夫婿 是一个 可能印度人 随便配的 我很好 我没有被洗脑 从这里面 我们是特别 因为统一教 大家比较熟悉 很难想象 我一先民说 你跟一个 你不认识的人结婚 然后你就 你的未来 这是很奇怪的 这样不是很难解释 我有遇到过台湾的 我在我统一教会的女孩子 她也是突然 跟一个美国 科罗巴多的一个白人 就结婚了 然后我看到了 也很正常 我坦白讲 我不能不说她很正常 生活都很愉快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理质 必然有 怎么解释 这种统一教 引起整个社会的疑虑 至少美国社会如此 现在台湾 我知道正统的天主教 基督教会是把统一教 设为异端的 跟宗教观点 但台湾社会 好像慢慢接受 统一教 美国也是 这位作者 这位英国记者 怎么来看统一教 在我来看 你可以 如果你看到统一教 这个案例来看的话 你看 他的家庭的 其他的分子 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 从神经心理学 或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 神经学的角度说 这个有 在这些像 我要看到一个很 一个现象就是一个 individual的difference 就个体的差异性 其实神经科学 也就发现 就是说他们有做过实验 研究 表示说 就是说有一些人类的人格的特质 它是比较是开放性的 比较说弹性化比较高的 能够容易接受到一些外在的讯息的 那因为有些人格特质呢 是属于教条主义型的 它比较属于封闭型的 那就有人 他如果说 你给他说某种的一种暗示的话 你发现就是说那种比较 那种某种性格特征的人 是容易比较能够接受到改变的 可是那种教条主义型的那种人的话 你是非常困难去改变他的 所以我觉得说 你要从这个 人格特征这上面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有个理的差异 有些人是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那另外当然还有个人 他的一些背景 教育环境 社会的背景等等 都会影响到说 他是不是容易被操弄 在这种环境下是被操弄 改变他个人的一些信仰态度 这本书的结论是蛮压抑的 他好像隐约认为 没有洗脑这回事 而且洗脑是有限的 你同意吗 他结论好像是这样说 对 我跟你 就是这样子 我这样说好了 因为我是做科学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我们在讲 洗脑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看科学界 科学这个社团里面 怎么可以看 我很有趣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去生物医学的 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那个资料库里面去查 我把Brainwash这两个打进去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案例 我看不到任何 没有成功案例啊 不是 没有任何的文献 研究报告有关Brainwash 所以这个代表一个 什么意涵呢 就代表说Brainwash 这个字眼 或是代表它后面 所支撑的这些 科学的研究实验的程序 它不是在接受到 没有被科学所支撑的 所以说 而且 每次说它是个政治术语而已 是不是 我可以这样说吗 这是一个术语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伦理性的 这是unethical 但是没有办法被这一个科学 你可以想要这样说 如果任何一个科学家 他说 我今天要从事一个洗脑的科学 如果要承计一个洗脑的实验的话 他必须要建构一个假说 他必须要接受一个 去实验的程序 去验证支持这个假说 可是这样的实验是绝对不会被得到支持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一个实验操弄 所以我是说 Brainwash这个字 目前 我只能说 这在 它有一些社会 政治上的意涵 它是描述某种的现象 可是 它基本上并不是代表一个理论 代表说 一个程序 它可以操控改变人的心智 或行为信仰 我曾经读过一本 俄国人所写的史达林的肃反密实 描写1930年代 史达林对他的政治意义 怎么来 处决啊 枪毙 伤害经过 我不解的是 很多人被判死刑 被枪毙前还要大喊一声 史达林万岁 有的认为是洗脑 但这本书 史达林肃反密实是说 被处决的如果不含史达林万岁 你的耳里也被枪决 所以我上次是为了保护我耳里家人 没有错 但我又回到这里 毛泽东说 思想改造啦 洗脑啊 我记得文革的时候 也有说 我把你洗脑 证明有没有用 好像没什么效果 你看 现在来台湾的很多经过文革的人 都批判文革啊 不可能那时候文革真正的他 他如果说我们都是为了 侥幸苟活消息都是假的 你同意吗 对 所以我觉得是说 如果你说 这没有洗脑这回事啊 我觉得是这样说起来 洗脑这件事情 它所在某一个时间 空间下面 所造成的人类的一种行为 信念的改变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非常有可能一些 在一些案例上面 我们看到 是有可能的 可是你说 这个洗脑 是不是能够彻底的改变 人的一个行为 信仰价值系统 而造成一个 长期的改变 这是据说 目前非常在科学界 或者是学术界上来讲 这是一个质疑的 就是说 你可能在利用某种的程序 是暂时的操弄 某些人的一些信仰概念 可是如果说你说 要达到长期的改变 那是非常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我们目前对大脑的运作 还并不知道 那在这个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是透过一些药物啊 暗示某种的程序 你暂时的达到某种你的目的 可是这不是一个 一个永久的一种改变 有这个道理 所以不管是蒙田啊 我康德 这些启蒙主义者 我不强调 人就是一个精神个体 这非常重要 精神个体 做结论好吗 你做一个专业的神经科学家 看到一个英国记者 所写的信用 对我们的读者 对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会有哪些主意做结论 是我觉得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提出一个警讯 我们要知道 在任何的一个文明 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一定有一些价值的冲突 所以如果说 有价值冲突的地方 那洗脑的这个问题 就会存在 那因为你要解决 这个冲突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是说 一个我们要为了降低 这种这个brainwash 可能所带来的一些 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从一个社会 这个团面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一个发展 一个更开放 更多元的一个社会 价值观念 而且把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尊严 当做一个最高的一个价值 你可以想想看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的话 对于torture 或对用brainwash 得到这种information 这是无法忍受的 是非法忍受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说 当如果说我们的神经科学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 有关大脑的知识 知道我们就是说 大脑是怎么样在操控 可以被操控之下 可以改变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价值观的话 我们有更多的准备功夫 来避免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我看到最近一个国际新闻 就是 非洲有个魔头 专门骗小孩子 做孩子兵 小孩兵 专门做这种屠杀工具 我觉得那种 我觉得对小孩子 这样拔工具的话 愚心不忍 自由的代价 是保持恒常的警醒 美国开国先行 汤姆斯潘恩 在尝试这本书这样说 我想这本书 非让我们对自由的代价 保持恒常典显 书名叫做 洗脑 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 来自一位英国记者调查采访 非常精彩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本书 对我们重新教育自己 重新了解政府 是很好一本借鉴之书 谢谢一位专家学者 徐百川老师 他以非常浅显的方式 把那么精深的议题 就证明说 原来洗脑 在神经科学 上不了台面了 这是政治术语 我们懂了 谢谢百川老师 我要给你一句 有一本叫极品与权利 我再找你来谈 极品与权利 我再先看看那本书 好 我介绍过 但我希望你来谈 再谈一次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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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爱 鞋爱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